我要講什麼 什麼時候叫滑沙 小心小心 工藝大使莎莎坐在輪椅上滑下緩坡 就讓她嚇得娃娃大叫 接著還得跨越障礙物 將輪椅倒車或是經過凹凸不平的路面 每一項關卡都是輪椅族 在路上必經的挑戰 怎麼辦 我在一起打轉嗎 沒有 平常我走路覺得真的是小山坡 當你坐上輪椅之後 那是一個大山丘 就是你過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想要助跑再往前衝的感覺 但又覺得好像力氣太大 而且我剛才微微往後助跑也過不去 太難了 所以我覺得真的有時候適時的伸出手 真的可以幫助到他們很多 像剛剛我真的過不去 小幫手幫我推了一下我就過去了 所以真的需要大家的幫忙 除了坐上輪椅 體驗輪椅族的不便 莎莎也戴上眼罩 感受眼前的黑暗 同時在精神疾病經驗者的 真實告白文字中 認識在社會中的各種需求 我覺得輪椅跟那個視障 那一部分都很可怕 你會有一種覺得 怎麼辦 我現在要去哪裡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控制我身體 明明就是平常我很OK啊 但我都沒辦法了耶 好難喔 然後當眼睛全部被蒙起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旁邊聲音好清楚喔 一點點小小聲音 你就會覺得什麼很可怕的事情要發生 所以我覺得每一個地方都很值得 大家來體驗一下 然後感受到身上朋友 需要幫忙的地方在哪裡 因為常常我們都會呼籲大家 一起來做愛心 但我覺得這個想法可以稍微改變一下 我覺得這是所有生活在台灣 這片土地上面的人 應該想我的福利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這個為什麼要這樣 那個為什麼要這樣 但當你來到我們這邊 好好體驗之後 你就發現 那對他們來說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意義在 有時候你要親身體驗才知道 這是大家所需要的 不要覺得這是特別為了別人做什麼事情 為了讓民眾了解無障礙及友善環境的重要性 伊甸基金會舉辦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展覽內容包含十年回顧 障礙體驗關卡以及舞台表演等 呈現社會多元需求及樣貌 伊甸基金會辦無障礙生活節已經十年了 十年來講其實是延續伊甸一直在聲障議題的倡議性 只是以前的形態跟現在的形態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們希望說很多人看著所謂的 聲音障礙者或者弱勢者的時候 不要用可憐而看 而是應該用一個平權人權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以至於對他們來講會有更多的尊重 跟更多的幫助 十一住行來講 生活上其實都會有些障礙 但這個障礙必須要體會去看 那我們今天在捷運這站來做 其實我們當時就講的是個行動的不存無障礙 行動無障礙也比較是外顯的 比較容易被看見 其實我們也去過一些國外 其實台灣的聲音障礙者其實在出現率比一般國外還高 其實是應該說台灣的無障礙環境是越來越好 就包括我剛剛說 因為台灣的捷運不是這麼早蓋 1996年才開始 1996年開始來講在設計的時候 伊甸基金會就以身障人權的角度有介入這件事情 以至於整個的捷運網起來之後 聲音障礙者變成搭乘就變得很方便 這是這樣 那平常來講日常來講當然也還是有很多的障礙 但這個就必須要大家能夠細相體會互相幫助 伊甸基金會第十屆無障礙生活節 即日起至11月19日 在捷運大安森林公園站陽光大廳盛大展出 除了有障礙體驗無障礙檢測 讓民眾切身感受 也有身障職人帶來手作及貪圍市集 邀請民眾一同來體驗 記者李錫慧台北報導